高速交警在网络巡查的时候发现了一辆轿车居然在高速公路上是逆行 当时可是夜间情况十分危险 交警是立刻引导驾驶人驶下了高速公路 那这位驾驶人怎么会逆行上了高速公路呢 一块来看一下 这事发生在江西福州的一条高速公路上 高速交警发现了这辆逆行的轿车后 立即派出警力引导该车驶下了高速 经询问该车的驾驶人唐某正处于实习期 因路况不熟误听了导航导致逆行 原来在开到一个岔路口时 唐某车上的导航指引他要往左侧的主路上开 他却当成了左转 从而开上了逆向车道 交警对唐某批评教育后 对其罚款二百元 驾驶证计时二分 并依法注销其驾驶资格 在浙江温州 一位驾驶人报警说 自己的轿车开到了农田里出不来了 没看什么呢 然后他说执行 然后因为这个路我第一次开 我不知道 所以因为我也是新手 经了解 这位女驾驶人是位新手 路又不熟 一直跟着导航开 结果导航出现了问题 他又没有仔细观察前方路面 一下子冲进了田里 好在是人没有受伤 我们不知道呢 到底是不是导航出了问题啊 但是呢 不管怎么样啊 我们开车呢 可不能眼瞧着往农田开啊 我们开车呢 去不熟悉的地方呢 都会用导航 在用导航的时候呢 我们也要观察路面的情况 注意交通标志 可不能导航让你怎么开 你就怎么开 好 一会儿